大家好,歡迎來到天天漢語,我是Jeanette 大家來中國旅遊或者出差時,通常會住酒店 那你知道怎麼用中文和酒店服務人員交流嗎?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學習怎麼在酒店辦理住住,叫客房服務和退房 您好,歡迎來到北京酒店 您好,我預訂了一個房間,想現在入住 好的,請問您叫什麼名字? 劉里陽 劉女士,請您填寫這個登記表,然後給我您的護照 好,您訂了一間單人間,需要押金五百元 您怎麼付?現金還是信用卡? 現金 請稍等,這是您的房卡,房間在二樓 好的,謝謝 來到酒店的第一件事情是辦理入住 在辦理入住時,我們經常會用到這些詞和句子 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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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 訂 訂 book reserve 我預訂了一個房間 有房間 我訂了一個房間 I reserved a room 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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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m We have 單人間 單人間 Single room 双人间 Twin room 大床房 Double room 海景房 Seal room 您预定了一个大床房 您预定了一个大床房 You reserve a double room 入住 Check in 我想现在入住 我要办理入住 我要办理入住 I'd like to check in Dan记表 Dan记表 Registration form 请您填写这个 Dan记表 Please filling this registration form 护照 护照 Passport 请给我您的护照 Please give me your passport 护金 Deposit 需要护金 500元 We need a deposit of 500元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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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h 信用卡 信用卡 Credit card 现金 还是 信用卡 现金 还是 信用卡 Do you want to pay in cash Do you want to pay in cash or by credit card? 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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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card 这是您的房卡 这是您的房卡 Here is your T card 现在让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然后请回答一个问题 刘李扬订了一个什么样的房间? 您好 欢迎来到北京酒店 你好 我预定了一个房间 想现在入住 好的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刘李扬 刘女士 请您填写这个登记表 然后给我您的护照 好 您订了一间单人间 需要护金500元 您怎么付? 现金还是信用卡 现金 请稍等 这是您的房卡 房间在二楼 好的 谢谢 您好 前台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您好 我明天早上要去机场 请打电话叫醒我 好的 没问题 请问您需要我们几点叫醒您? 明天早上六点 好的 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麻烦 再给我送一些冰块和水 好的 请您稍等 好的 谢谢 您好 客房服务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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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 Reception front Desk 一般 酒店会提供各种服务 比如 客房服务 客房服务 客房服务有 打扫卫生 更换床单 备照 整套等 打扫卫生 打扫卫生 cleaning 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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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et 枕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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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llow case 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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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wer 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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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 tower 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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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thbrush 请换一下床单 和枕套 请换一下床单 和枕套 please change our sheets and pillowcases 请换一下 something it means please change something 请给我 送一条新毛巾 请给我 送一条新毛巾 please bring me a new towel 请给我 送 something it means please bring me something 叫醒服务 叫醒服务 wake up service 请明天早上六点 叫醒我 请明天早上六点 叫醒我 please wake me up at six o'clock tomorrow 送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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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点一份意大利面 送到我的房间来 我想点一份意大利面 我想点一份意大利面 送到我的房间来 I'd like to order one pasta and please bring it to my room 洗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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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ndering service 干洗 干洗 dry cleaning bink 烫 bink 烫 ironing 我有衣服 需要干洗 我有衣服 需要干洗 I have clothes that need to be dry cleaned 现在让我们 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然后请回答一个问题 我明天几点起床 您好 前台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你好 我明天早上要去机场 请打电话叫醒我 好的 没问题 请问您需要我们几点叫醒您 明天早上六点 好的 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麻烦 再给我送一些冰块和水 好的 请您稍等 好的 谢谢 您好 客房服务 请进 女士 这是您要的冰块和水 帮我放在桌子上吧 谢谢 谢谢 您好 女士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你好 我要退房 好的 女士 请给我您的房卡 好的 这是您的账单 一共消费500元 请确认后签名 请确认后签名 好 您是刷卡还是现金 现金 现金 对了 你们能帮我保管一下行李吗 我三点回来取 可以 就这两件吗 对 好的 请稍等 这是您的行李牌 到时拿这个来取就行了 感谢您的入住 好的 谢谢 最后 我们在离开酒店前 会办理退房 在办理退房时 我们经常会用到 退房 退房 check out 我要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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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like to check out 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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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l 这是您的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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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is your bill 消费 消费 Cost 一共消费 500元 一共消费 500元 The total is 500元 签名 签名 签字 签字 Sign 请确认后 签名 请确认后 签名 Please sign here after confirmation 请在这里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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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sign here 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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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my card or in cash 保管行李 保管行李 Keep baggage 你们能帮我保管一下行李吗 你们能帮我保管一下行李吗 Can you keep my baggage 行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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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ggage tag 这是您的行李牌 这是您的行李牌 Here is your baggage tag 现在让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然后请回答一个问题 我是怎么付的房费 您好女士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你好 我要退房 好的女士 请给我您的房卡 好的 这是您的账单 一共消费500元 请确认后签名 好 您是刷卡还是现金 现金 对了 你们能帮我保管一下行李吗 我三点回来取 可以 就这两件吗 对 好的 请稍等 这是您的行李牌 到时拿这个来取就行了 感谢您的入住 好的 谢谢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请把视频中三个问题的答案写在评论里 希望你下次来中国旅游或出差时 能用上今天所学的知识 如果在学习汉语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方评论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